《健康之路》 三年一医院的研究员 卫生部健康教育手续专家 有请赵林教授 欢迎赵教授 您好 郭老师 您好 请坐 上一集其实已经说了粽子了 然后我发现很多观众 对包粽子这个事情 也特别感兴趣 有很多人说 我自己在家里也包粽子 这包粽子怎么包呢 我带来了一些东西 给大家看一看 标准粽子 大概应该都是这种形状吧 是吗 小林 你自己包过粽子吗 我见我妈妈包过 自己没上过手 那我问问你 谁知道包粽子的皮 这叶子 这是什么叶子 芦苇 什么 竹子的叶子 大家说竹叶 就是赵林教授旁边的这种竹子 就是这种竹子的叶子 看到了吗 我也是去年刚知道 这个东西叫弱竹 弱竹 对 是产自江西 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在山上野生的 长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什么污染 非常生态 而且我看它这个跟一般的竹子不一样 对 别的竹子又粗又长的 它就细细小小的 但是叶子特别大 对了 咱们最早包这个 我不是刚才说过用这个菇叶 后来就有用这个荷叶的 还用荷叶 古代用过 然后就衍生到用芦苇叶 芦苇叶 然后现在就用这个弱竹 就是我们的祖先选择这些东西 它是就是因为要选它的香味吗 还是有别的想法 第一个我觉得它方便使用 对不对 对 你比如说荷叶它个儿大 你包一只鸡能包得下 对 你拿这玩意儿包鸡你就包不了了 对 对吧 再一个它也随着技术发展 你看他们会包粽子的人 他用很窄的叶子能包得很结实 对 但是今天请赵林教授来 不是来跟你们教包粽子的 是跟你们讲讲 我跟你讲 为什么会选择 这里边跟营养跟健康也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说这个包粽子这个叶子 它里边也会有不同的营养价值 芦苇叶啊 粽叶啊 你说那叫若竹的叶子 这里边都含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来咱们看看啊 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粽叶的营养价值体现在以下的哪个方面 A可以降血脂 B抗氧化 C可以补充飞量元素 来100位观众拿起表决器 请表决 要我选吗 我觉得还是选抗氧化 抗氧化 为什么 因为你想这个粽子咱们一般包起来 像我们北方天五月份还不算特别热的时候呢 它一般都会泡在水里啊 或者是放在常温下 你说是不是有这个叶子包着更容易保存啊 是不是有这样的作用啊 当保鲜膜是 保鲜膜还五 这个还透气 有透气性 所以我觉得抗氧化可能比较靠谱 我觉得这个补充微量元素应该不太靠谱 因为它这个毕竟这个粽叶 它不是用来吃的 只是用来包上的 它即使补充它的量也不会是很大 但是 在上面 刚才赵林教授讲了 这个竹子 为什么人家要特别强调是江西山里野生的 是 为什么呢 它这个环境它肯定 它有什么一煮它进到汤里了 然后就渗进去 它就渗进粽子里了 渗透进去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正确答案应该在前两个之中产生 那你就选A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析这道题 我就应该拿分析就是咱品茶喝茶 因为我觉得粽叶跟茶比较接近 我们看看现场观众的选择 请看 看还有47个观众 支持你 对我忽悠了 不是支持我 支持我 有17位观众选B 36位观众选A 那么众业的营养价值 可能大家之前不太在意这个事情 它体现在哪个方面 来各位 请看大屏幕 这个我们不太理解赵老师 这次看来真理掌握在少数人 他这个看法概念跟刚才这个嘉宾说的不太一样 他肯定是错的 他也不见得错 就是说因为这个竹子的叶子里边都含有非常丰富的竹叶黄铜 这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这个黄铜它有很强的抗氧化功能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有很多很多自由基 这个自由基是导致我们很多疾病的一个原因 咱们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 就是这些东西里都有抗氧化剂 那么你吃了以后 它就能有效的去扑灭自由基 不让它发生伤害作用 所以实际上人们是在我们古代的中餐 它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就搭配的非常平衡 我们的祖先真的很厉害 对 那时候你说它是怎么选择的 然后你今天用科学的方法一解释发现 我们的祖先太厉害了 对 太科学了 另外这个落竹叶里边还含有茶多芬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这有个表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叶绿素含量非常高 还真是我也很好奇 这个对人体是非常有意义的 它胡萝卜素里边也有 对 叶绿素就是清火 消炎 另外叶绿素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铁 所以它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铁 就微量元素 这个对人体也很重要 矿物质 对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 有竹子叶子 荷叶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在中国的饮食当中 就是用类似这样的一种加工方法 包在一个什么叶子 或者包在一个什么东西里面 做出来的好吃的东西很多 我们可以请何嘉博士来展示一下 有请 那在中国的这个传统美食当中啊 各种植物啊 它们不但可以作为食材 那么它们的叶子啊 也可以作为这个容器 可以增加这个情绪 而且呢 也可以增加这个食材的香味 今天呢 我们也是请到我们的国家级 烹饪大师侯玉瑞先生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各种不同的容器 来 您好 侯老师 您好 又见面了 您好 非常高兴见到您啊 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啊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传统会用到的一些叶子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荷叶 荷叶 这是荷叶 对 那一般可以做一些什么 其实荷叶呢 过去我们最多的就是月菜 做的叫珍珠糯米鸡 珍珠糯米鸡 荷叶鸡 但是珍珠糯米鸡呢 有大量的糯米 熬出来这个荷香味非常浓 非常非常好 很好 这两个是荷叶 那么这个呢 这是芭蕉叶 芭蕉叶 对 芭蕉叶呢 也可以把糯米的包成团 或者糯米面 包成团 在上面蒸啊 包装啊 都很好 这个感觉好像是在这个云南啊 然后贵州啊 这边比较多一些啊 那这个肯定不用说了 这个竹子 这个竹筒饭 这个竹筒 大家都知道啊 竹筒饭呢 其实这个东西容器呢 可以做好多东西 比如说糯米排骨啊 这个粉蒸鸡啊 对对对 尤其糯米八宝饭 种这里边也很好 对 因为好像就是这个糯米啊 它本身的这个香味不足 所以呢 我们用一些这些其他的植物的 让它包到一起蒸 那么就非常不错了 那还有菠萝啊 我知道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也知道这个 是把它掏空了以后 把里边装上很多很多种 多种的古薯类 切开 对 然后把中间的这个给它掏空 对对对 然后再把这个糯米啊 红豆啊 然后这样的一些 绿豆红豆各种这样的一些 对对对 杂粮放进去 对 然后再上锅蒸出来 对对对 菠萝粉 菠萝 闻起来就觉得很香 贝勒 这个是什么 这是葡萄 这是给你介绍一个 并不熟悉的美食 大家都知道好多叶子都可以做 我们国内呢 其实有的是这个葡萄叶 但是我们没人把它呢 作为包装石器 食物的这个原材料 那么爱沙尼亚呢 有一个当地的小吃 就是用糯米啊 红豆啊 再加上葡萄干 包卷以后呢 再去蒸 就是这个是一个爱沙尼亚的一个小点心 对对对 用这个葡萄叶包上各种这个食材 对对对 我闻一下 闻不出来什么味道 但是可能蒸熟了之后 蒸熟了非常好吃 那不如您教我 葡萄干是甜的 这个叶子蒸得了以后还酸酸的 肯定是膳食纤维多呀 对对对 我这里准备了糯米 对 然后呢葡萄干 还有这个泡好的这个红豆 红豆 对对对 那我们给大家 教给大家吧 把这米呢攥一攥 是吧 攥一攥 然后呢 搁上一些葡萄干 葡萄干 因为咱们这葡萄干 都是已经精权好的 再搁上一些米 这个再搁上一些这个豆子 对对 然后呢 把它一卷一包 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对 一卷一包 对 然后呢 是一根绳一记 我觉得这个做手术的时候 我包扎打结好像挺顺的 对 其实这个做法呢 我在家做了好多尝试 啊就这样 对对对 我包的比你难看了 就这样就行了 一个一个的 对对 在盘里装 装上之后呢 对对对 不少要蒸上40分钟最少 其实您这样一说 我已经感觉到 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味道 会是什么样了 因为这个葡萄干呢 它甜甜的 甜香的 然后略微有一点点酸 对对对 然后加上这个葡萄叶子呢 可能它这个 这样仔细的闻呢 可能有一些这种植物的 这种青草的香味 可以加进去 它吃的时候也有酸味 也是可以直接吃的吗 就把带着它 就直接吃进去 那我觉得这样更了不起啊 这样的话 这个膳食纤维的成分 又增加了 对对对 跟红豆在一起 真是相得益彰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一道爱沙尼亚的点心 叫什么名字呢 它当地就叫 节日小吃 它就这么叫节日小吃 我给它起个名字 因为它又用了葡萄干 又用了葡萄叶 所以这个叫做 葡萄青子蒸 好 好 谢谢红老师 谢谢 非常好 希望大家也有机会 可以试一试 小类 谢谢何佳 接下来思考一个问题了 刚才说包了 接下来咱们就说吃的事 好吧 这个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吃粽子 端午节啊 你看 这一说就说明 大家就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粽子 什么时候吃 也是有讲究的 来 各位请看 什么时候吃粽子 是相对来讲更适合的 早餐 午餐 晚餐 来 100位观众拿起表决器 请表决 单选的话 午餐吧 因为午餐是正餐 一般中午要吃的多点 不对啊 早餐也得多吃 我选早餐的几率大一点 因为它方便 我个人的经验啊 赵老师 睡了一觉起来了 这个脾胃还不调呢 还 就我醒了 他们还没醒呢 你就咔弄一个 再拽进去 反正我会选B 好 来看看大家的选择 各位请看 65个观众支持我们 午餐吃 早餐是24个人 晚餐是11个人 好 来 那么这道问题的正确答案呢 广告之后告诉你 大家回来健康之后 这个吃粽子嘛 大家好像不太考虑说 什么时候吃 但是赵林教授 既然把它提出来了 我们就来看一看 正确答案 请看大屏幕 早上 赵老师 我刚才说的有道理吗 早上起来都还没准备好呢 这不好消化呀 我今天66了 我从小吃粽子都是早上吃 你不会有这个不消化难受吗 我没有这些感觉 因为你一上午需要 有很多活动 你早上这些东西 就刚才嘉宾说的 它又很方便 还糖食 你吃了以后也很糖食 中午要吃饭 就光吃粽子的 我没见过 现在一会餐就是 大鱼大肉 碗桌都是菜 一顿吃伤 十顿喝汤 都可以局面 谁单独吃粽子 我没见过 就是作为一个配餐嘛 这个粽子 你别小看粽子热量很大 就刚才拿上那些大粽子 要是豆沙粽 洗完里边搁一块 猪油 还有碗水晶的 这一个粽子 能到600大卡 这么高的粽子 你啤酒都高多了 你像你一天2300的话 你喝了 喝多少 喝四分之一干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出的这种小粽子 就值得选择 反正又尝了味又解了馋 而且还没那么多热 我真没想到它那么大 我最近我接触一个刘英的一个学生 我去年见得出特别胖 今天回来就降下来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什么方法 他说我学校旁边有一个食品店 他所有的食品就飙热量 大字飙 我就专门挑那低热量的吃 吃了一年就天敲了 这倒是个办法 减肥的好办法 但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你比如说像西安的 我刚刚就是 像我们西安夜市上 有那个蜂蜜凉冻的 凉凉的夏天 你就是吃完夜宵 那那小盘端着 几片蘸的那桂花蜂蜜 特别好吃 这个您有什么建议 如果说你晚上加班 特别累 你到离水天喝碗粥 吃一顶点汤面 这些东西相对还是合理 好一点 对不对 你这没事晚上老吃粽子干嘛 刚才这档问题 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要提醒大家吃早餐这事 对 我要补充一句 早上不吃早餐 很多人 这个习惯非常不好 为什么恶果 它是形成胆结石的重要原因 因为你早上起了以后 你这个鸡肠碌碌 对 这时候呢 如果你进食东西 它胆囊就迅速收缩 胆汁就排出来了 你不吃饭 胆囊没这个动作 这样胆汁就在里边浓缩 就变成胆困结晶 结晶长大了 就变成结石 这个吃早餐这事 咱别管说是吃粽子吃什么 这个一定要听这个专家的 光吃粽子行吗 实际上呢 早餐你要考虑平衡 你比如说咱们常吃的西红柿 黄瓜 黄瓜我们叫固体饮料 黄瓜含95%的水 而且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平衡你这个身体的 你早上起来 你吃完粽子 嚼着黄瓜 吃个西红柿 这没什么困难 也很容易做到 来 下边咱们说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也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粽子在烹饪的时候 加工烹饪的时候 有一个方法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营养 包括你食用 来我们看看这道题 粽子在烹饪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 A 常温 常温下就可以吃了 B 蒸煮 C 吃凉的 来 各位拿起表决器 请表决 你发现没发现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粽子怎么吃最好 或者是粽子怎么最好吃 这就可能是根据个人口味了 最好吃对吧 吃最好 这个是怎么吃最好 只要让吃我认为就最好 你肯定选冷食了 你不停在说你们鲜的那个 蘸蜂蜜的那个 特别好吃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它的具体制作方法 然后我们都选B了 看看大家的选择 来各位请看 还真有 有不好好学习的 我还以为就是选那个冷饮的 应该是零 出答 来掌声鼓励一下 粽子啊 关键问题啊 要把它煮得非常的软才能吃 糯米为什么一般吃的觉得不好消化 就因为它主要的成分都是质炼烈粉 它不像我们吃的白薯 白薯都是质炼烈粉 所以它就不太容易消化 所以你吃糯米的时候有一些讲究 就说你比如粽子必须要煮得非常透 我现在觉得蒸比煮要好 蒸比煮 对 因为蒸它那个蒸气的温度高 它能超过100度 对 所以这样的话它穿透能力又好 所以它容易蒸得很透 千万别吃凉种的 千万别吃凉种的 这里想补充一点 别说 就有些人愿意拿微波炉来热种子 对 我说的是我 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习惯 为什么呢 微波它是一个球形的发射 它使急性分子震荡 所以这样热的话是从里往外热 你觉得热得很快 但里边所有的抗氧化物质都被破坏 所以美国这个硅谷地区因为工作特别忙 大量的人都吃微波食品 结果造成很不健康 没事 所以微波我觉得用来热水可以 但我建议就是对于食物还尽量要慎重一点 您这个讲得很重要 因为我其实个人的感受是 你知道那个卖微波炉吗 它现在为了卖给你微波炉 它会随炉附赠厚厚的一本 叫微波美食的那个什么东西 然后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菜都可以这么做 但我也试过 反正它就总觉得跟那个炒出来的那个味道不太一样 咱们国家这个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结构 有一特别特殊的就是低温烹饪 你看咱们的主食全是在水里煮的 要不就是蒸的 也就最多100摄氏度 法国大菜 他这厨师 他就不知道什么叫蒸 他大量的都是烤的煎的 那咱们也得500度以上 一般都是280度以上 所以中华民族这个低温烹饪 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的健康的因素 为什么要吃馒头少吃面包 因为超过120度 它就会自然的产生一种致癌物质 叫丙细腺胺 你像炸薯条炸薯片里边都超标上百倍 所以中国这个低温烹饪 它就有效地避免了这个敏西安的产生 你像高压锅我们测过 也只是103度 我们的祖先太了不起了 我在这个德国给他们讲课的时候 我就讲的低温烹饪 战级教授呢 就质问我 说难道你们的北京烤鸭也是低温烹饪吗 我就笑了 我说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说你们到了感恩节吃烤火鸡 到了圣诞节吃烤鹅 就把那火鸡跟鹅收拾干净忙碌的一颗 啪 280度烤去了 这叫傻烤 我说中国人这个烤鸭怎么烤的 脑子冲下屁股冲上 鸭子的五脏六虎都掏空了 里边灌水拿书记杆把这钢门塞住 然后往鸭皮底下吹气 对 因为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 然后它大概有两毫米到三毫米的这个间隙 就皮和肉分离了 然后我外边烤到260度 我里边水才开 这鸭子是煮熟的 我说这里边有中华民族烹饪的智慧 赵老师我第一次发现 你是美食家 所以就是说 中国人在我们几千年的这个实践中 充分地运用了低门破人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的蒸汽 咱们这个河南出土的青铜器 气锅 对 竟然跟现在云南气锅机的气锅一样 一模一样 附和木的那个 这是令人叹为观止 对 所以我就觉得古人充满了智慧 大概我们应该是 而且就是从饮食文化的角度来讲 中国最早出现的这个烹饪方法 就是加工粮食的方法 过去是烧烤 后来进入到这个文明时代以后 最早的是煮 煮粥 然后紧接着下来就是蒸 而且中国人古代特别强调熟食 我们中华民族自从熟食以后 才名无辅寂 没有腹部的毛病 所以熟食比生食是极大的进化 今天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谢谢 谢谢 谢谢张林教授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些 比我们光说粽子那些好听多了 从一个粽子里边 让我们感觉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个真是非常了不起 下面这个我们要动手了 这个何佳博士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们来看看一个牙科的医学博士 是怎么包粽子 来 有请 好的 小蕾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要吃这个粽子的话 那确实比如是你到这个超市啊 市场啊都可以买到 但是其实在家里啊 我们到了端午节 做一做也是很有趣味的 所以今天你看 我已经在现场准备好了 这个泡好的糯米 红豆 还有这个粽子叶 那现在呢 我们就请上我们现场的观众 我们来比试一下 包粽子的这个技巧 那现在呢 我们就请上三位朋友 我们两位嘉宾小林 还有明雨 还有一位观众朋友 这位大姐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包这个粽子 现在我要给他们计时 看看他们包一个粽子 要多长时间 好吗 开始 有这大姐 您慢点啊 您都记好了 我来检验一下 好 这个时间是一分钟啊 包好 这个粽子也太难看了 这个 没关系 有我 这个地方漏脚了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漏脚了 这样的话 这个粽子一煮的话 可能就会跑然 你这个 这个粽子我摸起来 这个手感呢 是光滑的 所以它不对 这个叶子它有两面 一面呢 是比较光滑的 一面呢 摸起来 就是有点 色的 应该怎么样呢 要把这个色的这一面 要藏在里面 不能够接触到米 不然你将来这个粽子打开 就是粘到叶子上的 浪费了 你看了吧 你看 这是谁选的粽叶啊 怎么多了 包好了没有啊 你包的那是什么 应该是这样的 你这是三角形的粽子 你待会儿包好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好 我这怎么短呢 我这个 我们可以先停一下 我们用这个摄像机 看一看 咱们现在这满桌子 全是米 这个将来 你包完了的话 我这绳太短了 如果你们是真的是 做这个生意啊 卖这个粽子的 将来就肯定亏死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两位家庭的 我的我的 三角形的粽子 已经包好了 这是小林的 不不不不 不是这个粽叶有问题 你看你看 你不能包不好粽的怪粽叶 你知道吗 你看他们俩的这个 我这起码不漏 对 名语的至少这个 也漏 也漏一条 它包的这不是粽的 是一个计时器 它包了一沙漏 对 全漏完了 是五分钟 相比来说 其实我们这位大姐 来稍微站过来 其实她的这个形状 我们觉得还是合格的 至少人家这个不会漏 而且是四个角的 先给他们三位 一个小奖品 这是我们的今天 特别给大家捡个粽子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刚才我们最快的 这位观众朋友 也用了一分钟左右 那么今天呢 我们现场 有一位这个 包粽子的大师 他可以给我们 现场的展示一下 现在就让我们 掌声有请 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粽子制作记忆的 这个传承人 刘光荣大师 有请 你好 黄老师 我觉得肯定 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因为我一说大师 可能就会觉得 都是一定是白胡子 这么挺着个大肚子 那其实呢 我们刘光荣特别年轻 多少岁 29岁 29岁 您是平时就是 从事这个 包粽子的职业的 对 你平时一般 你能够包多快呀 包一个粽子 多长时间 平时一般的话 可能就10秒一个吧 10秒一个 这样我给他记一下 我们也计时一分钟 我们看一看 他能够包多少个粽子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我不知道电视机 的观众朋友 看起来怎么样 我隔得这么近 我都 我都不知道他是 眼花缭乱 哇塞 每一个粽子的大小 这个重量 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哇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们一起来 5 4 3 2 1 哇 这是第7个粽子 大家可以看 这7个粽子呢 基本上 形状大小 都是一致的 哇 你平时都是 那你这样的话 一天能够做多少个粽子 一天三千个左右吧 一天三千个 哇 这样算下来真的是 那就是一个小时 就是要有三四百的 一天三千多个 对对对 我们再次掌声鼓励 刘光荣 非物中化遗产的传承人 谢谢你 非常非常厉害 好 谢谢 这个包粽子 确实让人脸花缭乱 但是大多数的人 可能都不在家包 怎么办呢 超市里 买的 一些方便一点 方便的 然后一看 保质期多少天 来咱们看看这道问题 那如果这个粽子 放在零摄氏度 到四摄氏度 零到四摄氏度 这个冷藏的状态之下 大概可以保存多少天 我们的选择是三天 五天 七天 各位拿起表决器 请表决 这个道题 我觉得越少越保险 我赞成 如果有两天 我就选两天 对 越少越保险 少准没错 这题 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 有44%的观众认为 这过一礼拜接吃 只有二只 一个人说 咱三天吧 我觉得三天都长了 是吧 以我个人的经验 好像到第二天 第三天 一个是发酸 一个是发黏了 感觉有点默契 来 广告之后 告诉您正确 端午时节 它是餐桌上的主角 地道的中国美食 地道的中国口味 粽子的主料 千百年来 经历了哪些演变 包粽的香叶 蒸煮过程中 又会释放哪些营养 健康之路 特邀卫生部健康教育 首席专家 赵林研究员 在端午小长假 和您一起 尝粽子 品健康 敬请收看 欢迎大家回来 健康之路 这个家里头 冰箱里边 现在是不是 就放着粽子呢 你的粽子放了几天了 待会我们的 赵林教授会告诉你 你们家那粽子 快扔了吧 不能吃了 来 保存期 看一看 正确答 三天 越短越 我们家那个 香港回归那天 那个粽子 我回家就扔了吧 因为这个粽子 里边 搁了那么多 特别有营养的东西 对 它就非常容易染菌 但是它粽子呢 出来之前 人家都煮 煮过 如果是熟粽子 它是煮过的 所以它有维持灭菌的过程 像刚才抱的这种生粽子 当然你买回家就 就比较方便 你储存之前会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 四度冷藏状态 这种状态下呢 恐怕三天也是个极限 大家现在买东西都喜欢 你比方说元宵 叫现摇出来的 粽子就是现煮出来 这种新鲜的买回来储藏 您的建议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 新鲜粽子 之所以新鲜 就是刚出锅呗 对 对吧 所以你拿回来之后 你就得赶紧吃 你要不吃 你得注意储藏的问题了 对 而且我发现这个季节 好像本身东西就要坏 夏天你看今天三二八度 什么细菌都长了 对不对 你如果你回来这么热的天 你在外边不注意再割一会儿 没准一会儿长毛了 一会儿算了 对对对对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储存 这样也保证食品安全 我能把它割到冷冻里头冻呢 当然可以了 因为零下十八度 它这个冻上以后 它储存时间会比较长 这个我在国外考察 他们这个大的这个餐厅和团扇 它这个储藏就是拿一温度表 老在那儿控制 你只要储藏在十八度不超 它认为就是安全的 零下 它不容易长距 零下十八度 对 那如果我们从 所以冰箱呢 你调到零下十八 就又省电又有效 就是冷藏式的温度 冷冻式的温度 对 这倒是一个特别提示的 最多调到十九 你这样就能省很多能量 省电而且还不容易灌 绿色 还绿色 如果我们冷藏了 然后拿出来再吃 这是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关键问题就是不要二次冷藏 就是说你拿出来吃完就完了 没吃完又割回去了 已经化开了再动一次 它这个口感什么都要变了 然后我现在看有一种是那个 冷冻的 真空的 真空包装的 对 真空包装是哪容易换 真空如果再冷冻 它基本上放置时间就非常长 因为真空它把里边氧都去掉了 它就避免了它氧化 细菌没有 当然燕氧菌除外 一般的细菌 你没有氧气 它也活不了 所以这样的话 它就能储存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说起真空包装 您说的这个 我突然想起来 真空包装的选择 是很有讲究的 我看那袋子上有什么 杖袋物食 还有什么 就是不能漏气 漏气 可能就有问题了 还有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 我突然想起来 就是有时候吃了会胃酸 吃多了会胃酸 然后就会想很多办法 说怎么排胃酸 我一个朋友说是 他跟我一个建议 我自己还没试过 他说你吃粽子的时候 配浓茶 因为浓茶是碱性的 这个刚好您今天来了 您得说说 他出的主意我还没试过 你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我们的人类的食物和饮料里 它分成了成碱性食物和成酸性食物 成就是那个成地的成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吃完之后 代谢的产物是酸性还是碱性 你像这个五骨杂粮 我说的就是五骨 加上肉类 加上蛋 就这些动物性食物和骨类 它都是酸性食物 对 那么蔬菜 水果 鼠类 是碱性食物 那么茶叶呢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碱性饮料 那么人体血液呢 它的皮质是非常严格的 是7.35到7.45 如果你经常吃这些碱性食物 多吃蔬菜 水果 鼠类 你就会向7.45便宜 这就是一个健康状态 如果你偏到7.35就亚健康了 所以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结构 我们国家的饮食结构 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对 蔬菜用的量特别高 对 500克 对 400到500克 对 德国 他们好像不怎么吃菜 23克 对 这个美国102到103克 基本不怎么吃 法国120克 意大利230克 作为地中海饮食 最突出的国家 希腊 也只有270克 所以由于我们国家 这种饮食结构 就造成我们的人民 非常的健康 哎呀 这个真是让我们觉得 小小粽子后面 居然有这么大的学问 看来我们以前太小看粽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粽叶本身 它也起到了蔬菜类似的作用 还真是 它除了因为含有那粗间味多 它不能吃以外 我这么认为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就像舌尖上的中国描述一样 它确实有很多智慧 哲学 因为文明里边最重要的是饮食文明 跟上一期一样 咱们其实这个话题说了很多了 最重要的 赵林教授 给我们总结几句话 您特别想让大家知道的是什么 第一个我就觉得 大家要珍惜我们的传统饮食文化 好 第二个通过粽子 要了解我们中华饮食的博大精深 第三个 就是不要有饱不食饱 洋人说好就说好 好 谢谢赵林教授来到节目当中 当然还陪伴了我们两天的远到从江西来的客人 弱竹 那个清香的粽叶飘香 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呢 依然是生活在我们的这个周围 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过节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呢 健康的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假期 健康之路 我们下期再见 胃痛 吐酸水 最后可能会隐藏大问题 没想到这么严重 胃部的哪些信号需要引起警惕 健康之路走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多学科专家带您找到胃部不适的元凶 尽情关注